諾魯已經宣布要跟這個臺灣 這個斷交了 那你怎麼看 就是因為我們知道之前 你也是跟吳欣怡 你們一起去了 去了這個什麼國際會教 所以你對國際的觀察 我相信你一定有掌握到 那你怎麼看這個斷交事件 接下來老共的動作 會就這樣給你一個教訓呢 還是會越來越嚴重 我想我先從諾魯這件事情開始講 其實就像剛剛主持人說的 其實沒有默契 因為我們在12月的時候 去到這一次的這個COP28 其實這次外交部是有安排 我們跟諾魯的代表團 其實有做了一個會面 有交流 你們在COP就有會面 但是基本上基於過去 包括在國會裡面 外交的這個過去的傳統 我們大部分都不會把這個 跟對方雙邊的這些會談的內容 拿出來講 但很稀奇的事情是 吳欣怡是大獎特獎 那坦白說 其實在跟諾魯在會談的時候 我們大概就很清楚 很清楚知道 其實諾魯一直以來 跟中國之間的關係 還是很深的 你們那時候就已經覺得有點不對勁 其實是 因為其實他有包括一些基礎建設 等等等 後來都變成是中國在做投資 所以其實他跟關係就很深 可是我覺得諾魯這件事情 沒有辦法只看諾魯 我覺得要拉回來講一件事情 是說其實這一次的選舉 我想這幾天從上個禮拜開始 很多國際媒體都到台灣來報導 其實國際媒體對於這次選舉的最大的詮釋 我想大家可以把所有的重要的國際媒體攤出來 基本上都是台灣的社會跟主流民意跟中國說 NO 都是這個訊息 其實某個部分我認為在這次選舉完以後 其實最尷尬的 最不知道該怎麼辦的 還是老共 喔 老共在這個選前的時候嗆很兇啊 嗆賴心得 嗆什麼什麼 嗆很兇啊 嗆什麼舔不知詞啊 什麼 嗆這麼兇 結果你嗆這麼兇 對不起 台灣的主流民意 還是給你一劑悶棍 就還是拒絕你 狠狠給你洗臉 對 所以大家其實仔細看喔 其實中國國包括國台辦 其實在這次選舉結束以後 國外辦並沒有真正出來講話 國外辦是透過一個發稿的形式 讓他們的這個國媒喔 來來去講 大概就是講的 講一個不痛不癢的話 就是說啊 這個看起來 新華社發話 對民進黨不是主流民意啦 他只講一個字話 這個話當然隨便他怎麼講 那難道一個中國是台灣主流民意嗎 侯友宜主張一個中國 侯友宜主張九日共識 難道這次選舉裡面 呈現的最後結果是主流民意 當然也不是嘛 這他沒有話找話講 所以中國是尷尬的 所以我說實話 今天中國會要再挑一件事情來 再給台灣一個教訓 或者是來給台灣一拳 我覺得我自己本身 我並不意外 尤其是發生在諾魯這樣子一個地方 尤其諾魯一直以來 就是在台灣跟中國之間 剛才伊桑哥講非常好 諾魯就是國際社會的柯文哲 就是國際上的柯文哲 好原來大家都這麼看 兩邊搞兩邊搞 你誰給我好處我就靠誰一點 所以我我我並不意外 但我只能說一件事情 就是說我也要看一下 國民黨怎麼回應這個事情 為什麼 你要問這段時間 請問民進黨在國際外交上面 有做錯什麼嗎 沒有 諾魯為什麼宣布斷交 很簡單 是因為我們有了一次新的選舉 這次新的選舉選出來一個不親中的政權 繼續維持在第三任期裡面 繼續繼續執政 那你這個嗆 請問中國你用這個諾魯斷交 你嗆的是誰 你嗆的是民進黨嗎 你不是嗆民進黨 你是嗆台灣的民主 你是嗆台灣的人民 因為台灣的人民透過一次民主選舉 再一次做出了選擇 只是因為沒有選擇你要的親中的國民黨 所以你就再搞一次斷交給我們看 你嗆的是台灣人民跟台灣的民主 但台灣人民告訴你 我們拒絕的是霸權 對 所以這次我也要看 我也很想看國民黨的態度是什麼 國民黨會不會又像未過去一樣 跑出來罵民黨說 你看你外交不利 外交失能 外交無能等等等 如果國民黨又跑出來這樣罵的話 真的就代表你跟著中國沆瀣一氣 你自己在嗆台灣的人民跟台灣的民主 我要看這件事情 這是懦弩的部分 第二個回到這次選舉 我自己覺得有幾個比較大的觀察 當然說實話 這次我們當然是贏下了總統 但說真的我自己感受很複雜 雖然我這次當然不分區是連任 不分區是順利連任 可是我不太有辦法高興的起來 怎麼說 我必須說其實我們這次在區域的選舉裡面 是看到了蠻多的危機 這個危機我大概講一下 其實過去確實在 尤其是在總統的選舉 跟立委選舉一併選的時候 包括過去連連續兩次小英的選舉 我們都可以看得到民進黨 我覺得有一個勝利 有一個勝選的方程式 這個勝選方程式就是說 我們其實在很多地方 除了南部以外 我們的基本盤 民進黨的基本盤 其實不一定比國民黨大 有時候在北部 包括桃園的地方 我認為國民黨的基本盤 還是大於民進黨 在這個情境之下 其實我們大部分都是要靠中間選民 加年輕選票 在總統大選的 這個大的國家的大議題裡面 去取得大家的認同 讓這個中間選民跟年輕選票 願意在選舉裡面導向民進黨 所以我們在區域的選舉裡面 才有辦法透過我們的基本盤 再加上中間選民年輕選票 贏過國民黨 可能比我們大的基本盤 這大概是我們的方程式 可是這次我們選舉裡面 確實已經意識到一個狀況 我們在召喚中間選民 跟年輕選票的時候 已經顯得蠻吃力的 已經很吃力了 我們其實現在當然 這個進入到一個檢討的階段 我們必須承認 現在確實有吃力的狀況 看到問題才能解決問題 對 我覺得有吃力的狀況 我想舉個例子 但是這是我們現在面對到的問題 在選前 我們辦公室其實也跟一些 其實比較傾向投 柯文哲的年輕人 大家在一些討論跟對話 為什麼的 那個年輕人一直在跟我們講一個事情 他說 八年執政八年到 本來就應該政黨輪替啊 好像時間一到就該政黨輪替 他就他有這個想法 所以他說本來就該政黨輪替 那我們就問他說 你也住台北 那我問你一個 那你去年2022的市長選舉 那你投黃珊珊還是投陳時中 還是投蔣萬安 他說我投黃珊珊啊 那你說 不是台北市也是 柯文哲八年執政嗎 照你的邏輯來說 那你也不該再投黃珊珊啊 對不對 那他就講一個說 啊不對不對不對 這個民眾黨是新的 藍綠是舊的 那我說實話 我覺得這個讓我們有一點提醒 這件事情說 其實現在可能會有一些年輕的民眾 會覺得民進黨現在比較舊了 當你會化為比較舊的狀況的時候 你做什麼事情 常常都會動輒得舊 那民眾黨現在他也犯很多錯 邏輯很多奇奇怪怪的地方 我剛剛講那個例子 並不是說年輕人的邏輯 我不是要批評這件事情 回到我們實際的選區 我覺得我特別想講台中 確實台中剛才之前說 原本民進黨跟國民黨是6比2 這次變成是2比6 我說實話 我認為這次在盧秀燕的操作 某個部分是成功的 他成功在一個地方 他大力的去挺蔡壁如 民眾黨的蔡壁如 這次獲得這個盧媽媽很大的抑注 抑注以後 確實他的選票也相對 也蠻逼近這個蔡其昌 那除了這個逼近蔡其昌 我覺得他也塑造了一個效應 就是不只是發生在這個中醫選區 甚至這個效應有外溢出去 也就是讓很多他的總統票 可能是投給柯文哲的人 他會覺得在其他選區 他也願意投桃暴離 投給國民黨的立委候選人 所以在立委的部分是有外溢效應 是 我認為有 其實是有明確的外溢效應 所以在臺中的狀況 其實我認為就是實質的藍白河 臺中是一個實質藍白河的狀況 所以民眾黨投給柯文哲的支持者 他在沒有民眾黨候選人的 立委的區域地方 他覺得他也可以投給國民黨 也許是他覺得說 你也支持我的蔡壁如 那我也願意投給 就是這裡面有一個這樣子的交換 我覺得這是這次 盧秀燕操作成功的地方 當然盧秀燕的超過 也我覺得有害到一點侯友宜 因為侯友宜明顯在臺中的得票並不好 對 相比其他並不好 所以盧秀燕在想的一個是 也許他接下來 未來他要爭取大位 要爭取下一次的選舉的時候 他還是在框一個藍白河的 這樣子的大的命題的框架 也許他要打著 這個是作為他繼續往上爭取的基礎 所以你看他選後 他就跟問蔡壁如說 你要不要來當我的副市長 他還在在搞這件事情 可是這件事情 我覺得接下來會跟柯文哲有矛盾 當然說柯文哲在選選 這個開票那天就說 四年後我還要你們投給我 我真的很想問一個問題 我真的很想問 我真的很想問一個問題 柯文哲現在不是常常都說 我們民眾黨是集體決策嗎 請問你說四年後 民眾黨的總統候選人 還是你這件事情 有經過集體決策嗎 有經過集體決策嗎 他說過民眾黨就是一人政黨 我我真的想知道有經過集體決策嗎 我甚至一三哥 甚至各位前輩看的比我更多 我沒有看過任何一次總統候選 敗選以後 他會跟大家說 四年後我還會出來代表這個黨競選 沒有看過 綠的輸過藍的也輸過 請問二零一二蔡英文選輸馬英九的時候 他敢不敢在那個當下 那天晚上就說四年後 我要你們再投給我 不敢喔 只有柯文哲敢說這種話 這是非常獨斷獨裁的話 這其實代表了民眾黨一個特質 所以我覺得這是一件非常非常離譜的事情 最妙的是有些柯粉還會講說 你看他有敢講喔 敢講我都不講敢講 這是非常違背民主精神的 說好的一無反顧拼一次 一無反顧拼三次 阿伯就是要再拼兩次 拼到二零三二 阿伯下一次還是告訴你 我現在一無反顧拼第二次 對所以我說這是非常離譜的事情 可是他居然敢講 而且我說實話 民眾黨你看不到任何人出來挑戰柯文哲 每個人鼻子摸摸 沒有人講一句話 你代表這個黨的黨內的民主 大家是怎樣吃吃素的嗎 整個整個就被柯文哲腰到底 我真的沒看過這種狀況